一个人在盘景工作 我把我这个补课班 当做了我自己的家 也希望孩子们来到我这块 也当做了他第二个家 走进这个班上 他能感觉到非常温暖 不光是吃午餐 还是在这午睡 还是学习写作业的时候 一定是家了 都怪你叫姥姥了 希望你找个姥爷回来 来 十一号 王池 你好 美女 你好 我家也是沈阳的 那个咱们是老西洋 水洋离吊冰山很近的 对 对 对 坐车不到一小时 那个我挺看好你 感觉你各方面就是条件 就是挺优秀的 别看我就是说的矮啊 胖啊 但是我这个人特别有才 我想给你唱首歌可以吗 可以 唱歌人人都会 都唱一样的歌显示不出来 自己比别人有才 我唱了一首歌 我敢保证就是全场 连这个演技演员带嘉宾 带我们就是这些观众 能有三岁以下的吧 肯定他基本都没有听过 我唱有什么歌曲呢 跟我一边大 88年 有蒋大为老师 在春节两场会上唱的 你在想什么的电影插曲 叫要问我们想什么 漂亮的姑娘啊 十十八九 小伙子二十刚刚出头 要问我们想什么 先生革命追风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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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我们想什么 我假如今天跟黄老师 我们牵手 我立马跟你走 来 来 来 谢谢 唱得很好听 无言挺正的 如果你感觉我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留意我一下 谢谢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小黄老师 在第二个短片 一起来看 刚毕业的时候 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对象 那么点 站了那么点 见了几次面 发现他太木 太石 太没组见了 我不喜欢这样的 所以就分手 我有一个石姐妹团 我排老石 以后要想和我在一起 一定要接受这 九个漂亮的大姨姐 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 我只知道照顾别人 却不会照顾我自己 只有他们宠着我 所以我想找一个温暖的男人 在生活上多关心关心我 我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温柔 内心比较自立的女孩 目前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了一辆车 我希望未来的你要有一座房子 我也可以陪你一起还房贷 好 谢谢 三号 首歌 我就一个问题 他们都说大姨姐 虽然是闺蜜 但是短片说的都是你大姨姐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大姨姐就是一个丈母娘 那十个大姨姐等于十个丈母娘 在家你七 我觉得你想的复杂了 并没有像你那样似的 因为我感觉你所有的生活 他们都会进来 就是多多或少都会进来插那么一脚 不是 闺蜜她就是你身边的一个好朋友 在你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来出来和你分享的人 闺蜜跟大姨姐还不一样 闺蜜是什么 就你幸福了就幸福了 不幸福呢 大家在一起唠唠嗑 但不至于说就是跟你掺和进来 二号小顺子也是这个问题吗 我也是围绕这个 他十个女闺蜜的事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说一下我前女友吧 她也有好几个女闺蜜 就是从背地里 就是他们几个总研究我的 哪块这块不好 这个说一句 那个说一句 我想问一下 要是你你怎么想 我觉得那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知道吗 你自己有主见吗 我很有主见的 我觉得就像以前女友那样的 真的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我的这些朋友 他们都已经成家了 而且都会站在你的角度 考虑问题 你喜欢的 你选择的 他们就会支持 不会说是 在中间来回瞎说什么 我就不会存在那样的状态 好 现在场上是只有五号 崔丽超的灯亮着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没意见 好 我印象当中你跟这个姑娘是没有交流的是吗 一直想交流了 你想交流什么问题 你现在可以问一个 我就是想问就是我有点不算太喜欢小孩 再给你介意我 我建议我找的另一半一定要太喜欢孩子 太有爱心 因为我就是特别喜欢孩子 我一天两天就行 时间长了也不行 你不喜欢孩子就像你说的 一天两天行 说明你没有耐心 那我们俩在一起 一天两天的过了这个新鲜感 以后怎么办呀 尽管力超的灯灭了 可是我觉得啊 尤其是你班上的那些孩子 和他们的爸爸妈妈看到 我觉得一定心里边特别暖 接下来好好地照顾那些孩子们 当孩子们嘴里那个老爷去找到你的时候 一定要让孩子们见见 问问孩子们喜不喜欢这个老爷 是不是 对 加油 黄老师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是喜欢孩子会做饭的小黄老师 希望找一个和我一样 喜欢孩子有耐心的你 如果你喜欢我 过来找我吧